明後兩天剛好是週休假期 天氣上其實跟今天相差不大 都是受到太平洋高壓的影響 我們從衛星圖上可以看到 其實太平洋高壓勢力 還是稍微偏強一點 臺灣都在太平洋高壓勢力的範圍之內 所以天氣上是比較穩定的 各地上午都是多雲到晴 可以見到陽光的好天氣 不過在中午過後 還是有些地方會出現午後的雷震雨 我們待會再來說 午後雷震雨會出現在什麼地方 主要提醒大家明後兩天的話 因為天氣比較穩定的關係 所以高溫部分都會比較偏高一點 各地的高溫都可以來到三十三到三十五度 特別是在大臺北地區 還是有機會出現跟今天一樣 三十六度以上的高溫 加上指揮線指數都是過量級 所以大家如果安排戶外活動的話 要記得注意做好防曬工作 並且多補充水分 至於在下雨方面 我們來看一下雨量的累積圖 圖上顯示在中午過後 還是一樣在各地的山區 還有中南部平地的部分 都有機會跟今天一樣出現午後雷震雨 還是要提醒大家 雖然太平常高的勢力 還是影響著我們 不過五後雷震雨呢 出現的機會還是比較偏高 而且五後雷震雨出現的時候呢 都會出現 像瞬間大雨雷擊 還有強震風等情況 如果你安排活動 剛好在山區和溪邊的話 請特別注意自己的安全 以上資料是由中央氣象局提供